贾莫兰特用六连胜向灰熊的球迷证明了 自己的回归并不是一无是处 逆袭仍是他人生的主旋律 贾莫兰特在最后时刻连续得分 用自己强颜的表现 关键时刻的攻防议题 帮助球队取得六连胜的佳绩 战列西部第四 六场场军30.6分 6.3篮板5.8助攻的超距表现 也让他顺理成章的 收获了西部周最佳球员的称号 灰熊球迷拥有如此光明前景 并有机会成为联盟未来超距的莫兰特 应该值得庆幸才是 但事实是并非众人所想的那样一帆风顺 本赛季的莫兰特因伤病缺起了12场比赛 在他缺战期间 灰熊战绩十胜两幅 排名联盟第一 而在此前莫兰特出战的情况下 球队只有九胜十二幅 真的是缺谁谁尴尬 并且球队从联盟防守效率垫底的球队 一跃成为联盟第一 这样的天差地别 让灰熊的球迷意识到了 也许没有莫兰特 球队似乎会更加强大 而在莫兰特付诸后 球队遭遇两连败 反差如此强烈 莫兰特自然逃不过灰熊 主场球迷的口诛笔法 甚至主场还能听到 让他滚下场的呼声 作为球队当家球行的他 被自己主场球迷倒戈 这让他伤透了心 随即他选择对那些负能量必要远之 关闭了社交媒体 你以为他是在逃避吗 大错特错 他只是在为自己真正的逆袭 调整状态 之后的莫兰特 他用一场又一场敬意的表演 疯狂的表现 帮助球队好球六点胜 并拿下周最佳球员的殊荣 狠狠打了那些 嫌弃他球迷的脸 这样的逆天改命 对于莫兰特来说 早已习以为常 没有莫兰特的灰熊 真的会更好吗 非也 莫兰特已经用实际行动证明了 有他的灰熊 才会有更好的未来